那这个请教一下苏卿 于天的女儿于怨琪 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知道吗 其实她的状况就是 因为她其实发现的时候 已经本来就只是三期的大肠癌 那三期大肠癌本来就有一定的复发的风险 那比较可惜的时候 是因为她当时有一度是因为她怀孕 怀孕的期间她有一些检查没做 所以那一次的复发就肝转移之类 然后等于现在是就是反复在转移 然后就是 反复转移 就是一直有复发 就是说你等于说你的身体里面 因为你的癌症的细胞 可能已经跑很多地方了 有一些远端转移 所以我这次看到可能这个 然后我可能化疗希望可以把它全部 可是问题是化疗通常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癌细胞可能对这个化疗就不一定有用 它可能就是继续要还 所以现在状况之下就等于说 出现一个就是对付一个这样子 那这也就是说其实早期发现真的比较重要了 但是我想针对这个我先补一下刚才那胰臟癌好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胰臟癌这件事情 每次听到时候就觉得很 就是好像束手无策 因为又很难发现 发现的时候很难治疗 那刚才讲除了抽烟之外 我觉得有两件事 可能我们也可以自己降低风险 一个事情是其实喝酒这件事情 对胰臟癌也某些程度有些贡献 因为像八大哥其实也喝的没有很少这样子 八哥啊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之前中研院有做一个研究 好像它跟血糖 高血糖也是有相关的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人真的有一个事情 真的我们自己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含糖饮料真的喝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你现在去街上看 每一家手摇引面前都是大排长龙 如果我们从下一代 而且很多都是很年轻很年轻 如果我们从下一代就开始 我们都这么爱喝糖 我们真的都糖成瘾 然后我们就体重又没有办法好好控制 然后我们持续在一些高血糖的状况 那高血糖如果会引发这个 就是针对胰臟癌的风险也会有高的话 我觉得我们到事后才在讲说很难发现 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做这个 那些茶饮料都含糖 当然而且我们通常都是用 我同事为什么帮我买的都 都没钉 因为他有没有钉 可以没钉也没钉的问题 但是没钉至少比那个比较好 可是我们不但有糖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些 高谷糖玉米糖酱 这些使用就包括跟 以前甚至有研究认为 可能跟痛风的发生机率也有关系 跟其他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想到 在他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 那个治疗方式之前 我们可能得先克制自己一下 确实 确实 那再请教郑医师 你觉得余苑期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是 他看起来在接受多次治疗之后 没有办法把肿瘤癌症消灭 那看起来未来的策略 可能会是跟他共存 尽量不要影响生活 有办法共存 可以可以 不用再治疗了 会继续治疗 但尽量让你的治疗 不要完全影响你的生活 如果说为了治疗 我们每天必须住在医院 那可能完全回不了家 没有自己的生活 那个治疗可能要考虑一下 有没有意义 那如果说定期进去打个化疗 打个标靶免疫治疗 两三个月住院一次 那剩下时间还可以过自己生活的话 那这样应该是不错的目标 好 那讲到名人 这个艺人安迪 那玉龙集团的董事长 严凯泰先生 都被食道癌夺走了性命 是台湾十大癌症死亡率排第九位 也算很高 死亡率 其实严凯泰 他有这个 他那个Luxygen出来的时候 他有 他也研发了电动车 那他有找我去 说找我两个人一起开车 看看他们Luxygen的品质怎么样 老实讲真的很好 那电动车 启动的速度比跑车还快 那他说以后的电动车 要制造噪音 要不然后面的人不知道 车子来了 那老实讲 我的了解就是他也很注重健康 那没有想到他也是五十四岁就走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说有时候健康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之前有个期刊 就是那期刊让人家很沮丧 他说尤其是癌症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 是一种跟你的体质有关 所以两件事情 就是癌症是一个是外界环境 一个是内部的体质 那这两个不幸的因素加在一起 就变成癌症 所以你有时候就是外部环境很差 但是你体质很好 所以有些阿嬷就跟你讲说 我就是一世人就補婚做保养 你也没事 因为他可能体质 真的真的很好 对不对 可是有些人就说 我根本就没抽我就中 那他就是体质上面问题 有时候我们是到了某一个年龄 我们突然间觉得 我们要奋发向上开始保养 可是以前做过的事 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留下一些那个 所以比如说像我个人好了 我的不良习惯 跟台湾很多人像 比如说我喜欢吃很辣的 我喜欢吃很烫的 那其实这也是 不是很理想的饮食习惯 那或许我们自己就觉得 这还好啊 只是温度 但是这有 第二个 那喝酒 裂的酒本身也是一个风险因子 那幸好我不喝 那第三 像我呢 我们现代人几乎 喂食道逆流 那喂食道逆流 有时候明明就告诉你 常常是跟我的生活习惯有关 我改不了 因为每次二度子就饿很久 然后有时间吃饭 就一字给他吃到饱 吃到饱的时候 差不多要睡觉 一躺下去 马上就逆流 或者第二天早上就喉咙 那我如果一直不理他 这也是一个风险因子 所以很多的事情混在一起 或是当时 颜先生并没有觉得这些事情 是有关的 可是很多事情串在一起 如果再加上体质 就触发了最后的癌症的发作 现在最流行的广告就是 你吃甜食喝咖啡了 喝咖啡吃甜食了吗 而且一定要很帅 然后裸上身 然后搬东西 好 那请教一下 这一盒喝汤 喝很烧的汤有关系吗 食道癌主要分成两大种类 第一个是一样 磷状上瓶细胞癌 这个在台湾占九成 也是大多数 那这一类的癌症 跟我们抽烟 小檳榔 喝酒这些也有关 那另外有统计说 如果你喜欢吃 超过65度的食物 水 汤这些 那会稍微增加 食道癌的风险 但上升的幅度 没有很高 大概就是几成的风险 那65度 有时候大家说 我没有随身带温度计 我怎么会知道 我通常跟病人说 你就是把一口汤 含在嘴巴里 如果你受得了 慢慢吞下去 那应该OK 但如果你 这时候赶快要吞下去那种 那应该就是不行 你嘴巴受不了 食道应该也会受不了 你有过这种经验吗 喝了以后就烫到吐掉 然后里面好像熟了一样 熄了你知道吗 太烫了 舌头烫死了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有 就是那种不冒烟的汤 上面是有 上面是有 对 好 那另外就是羽毛球界的四大天王之一 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选手叫李中伟 他二零一八年九月证实罹患鼻咽癌 然后还来台湾就医 显然台湾的医疗技术是很好的 那如果他是四大天王之一 而且二零一八年 显然他还很年轻 这年轻也会有那个鼻炎 对 鼻炎我看 我个人见我看过最年轻的是十二岁 我看过最年轻 12岁就对了 那时候还是个小六 那时候应该是他看小六过一的时候 我看过最年轻的是这个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他就是他也不会有 因为鼻炎癌这个特点是 他跟这些烟酒病人没有关联性 他是跟一种叫做EV病毒有关联性 病毒有一种病毒叫做 我们叫做 我们就简称叫EV病毒 那这种病毒其实都是 口水传染 就以前早期这个时候 台湾为什么鼻炎癌的比例会非常高 就是就是阿嬷咬一咬 然后喂小孩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会被这种病毒感染过 那就会潜藏在 潜藏在你的身体里面 我母亲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等到你的因子 如果再黏了慢慢 才会产生鼻炎癌 那种鼻炎癌对于放射性治疗的效果 是非常的好 所以台湾在鼻炎癌的治疗方面 在世界上来讲的话 我们算是有名的啦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